唉呦 唉呦 哇 才剛 才剛挨觸身球 重新再回到球場上 結果又來觸身球 想要靠內角速度來解決打者 但這個球很明顯的失控 梁安可最近運氣不好 真的 所以主勝也很清楚趕快上來 把梁安可先擋在他跟陳鴻文之間 怕引爆衝突 唉呦 好 那現在先讓梁安可退場休息 那現在統一攻佔滿內 還在小腿上面 小腿的位置 這件什麼 忍龍和真的是 打尾盤 哎呦 丟到頭了 哇 這個大獅頭誒 郁安可趕快 郁安可是親自上來 這完全命中頭盔 還好有頭盔 這個時候 安可的頭應該是 完全出手就噴掉了 還在看你安可的一個狀況 這個大方球一定要有頭盔 這完全躲不了 投出去之後 曾恩法就知道不妙 而且還親自 直接上去了 跟李安可致意 那現在李安可是退場 由這個施冠宇來做一個 代跑 然後投出這個出身球之後 樂天爺立刻喊暫停 守名打者就 送上雷 這頭賽這 最近兩場的先發 其實都投到一百球以上 所以今天的一個用角色 其實穩穩的來 有機會能夠投到 甚至八局 好 施冠宇的一個代跑 李安可退場 蠻強力進攻好球帶的 這一個球被李安可逮中了 右外野方向 這個是一個大號的 非常大號的一發拳 打到了 右外野最上層 現場第一時間打到的時候 完全就是阿達利 李安可今年的第三轟 所以待會兒另外一個看點是 不曉得他有沒有練舞 羅莎有沒有趕快教他一下 喔對 羅莎應該是跟在他旁邊 準備要拔他的頭 哈哈哈哈哈哈 李安可的 打拳打幾乎 這個 要跳舞的之前 應該被扒的幾率是相當大 很高齁 好我們來看這樣子 大學長過來了 大學長在旁邊 武士丹丹 摩拳插掌 來喔 我們看你要跳什麼這樣 喔 原來是羅莎帶他跳 喔 羅莎幫他carry一波 不過好像都是羅莎來跳啊 為什麼羅莎被打 哈哈哈哈 做超重角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